隨著MC Hard Dog 熱狗謠中 仍在2007年以專輯 威告拿下了第18屆金曲獎最佳國語專輯獎 嘻哈文化漸漸在台灣開始浮上檯面 雖然在這之前 像是周杰倫 王力宏 潘瑋博等人 都在歌曲中加了一些饒舌的元素在 但以饒舌作為主要曲風的 熱狗還是第一人 而在最近幾年 許多饒舌圈的後期之秀 持續的為台灣的嘻哈音樂做出貢獻 像是六王 呂士軒 熊宅等 但說到台灣的饒舌團體 相信許多人心目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頑童MJ116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歐喵 我是講故事的Ben 繼上次中國的嘻哈回顧後 歐喵再次回到了嘻哈主題 而這次要帶大家來看看 頑童的靈魂人物 伊守 那話不做說 我們趕快 今天的故事吧 伊守本名陳玉龍 1987年9月30日出生 你也可以叫他獸子 aka冒險王 獸子在國中是個問題人物 也是小霸王 和同班同學林木淵大淵創立 校園幫派玩同幫 而年期的獸子常常惹是生非 甚至因為缺錢在校園裡販售成人電影 害得父親三不五時 就要來學校處理他的爛攤子 學校班主任還拿他的本名陳玉龍來取笑他 說他未來的路就是坐牢 因為他叫做陳玉龍 而說到獸子在饒舌音樂的道路 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他最初在12歲的時候 開始接觸到嘻哈文化 他有一個在國外長大的表哥 每次表哥回來見他 都會告訴獸子 許多關於美國的一些文化以及潮流 獸子甚至會在學校模仿 美國街頭流行的垮庫 讓學校的朋友耳目一心並爭相模仿 獸子也表示他第一次聽到 Lim Bizkit 時非常震撼 那時候哪種什麼叫做hiphop 還是我們班上一個很geek的同學聽的 然後我就開始找很類似的音樂 接著發現Eminence Snoop Dog 又有一天我聽到樂斗的歌 哇塞 國語歌可以這樣唱 太屌了 然後就開始電腦蛇 學寫詞 玩freestyle 在這之後 他和大淵 栽入了嘻哈音樂的汪洋大海中 開始與同學交換聽CD 不管上課下課 都在拚命寫詞跟唱饒舌 如果記不住詞 就直接拿著詞念 在接觸了一陣子的饒舌音樂後 當時國熱的Snoop Dog 得知了有一項由大喜門3P 兩個饒舌團體所主辦的 Battle活動Liris Park 在校園中意氣瘋發了他 認為自己應該是所向披靡 沒想到這個活動使他差點 永遠放棄饒舌 既然是Battle活動 顧名實際就是要輪流饒舌 拿出自己的作品和實力 內容幾乎都是具有攻擊性 不是謾罵嘲諷 就是班族組從Spa帶出來唇槍舌戰 帶著好玩心態 且第一次參加的獸子 當然是被攻擊到的體無完膚 當他說出他來自木柵 其他參賽者甚至以動物園 來作梗圍攻嘲笑他 結束後 獸子在回家的路上暗字發誓 我再也不碰饒舌了 並開始學習了 和嘻哈文化也有關的街舞 時間到了高中 獸子遇見了頑童的另一位成員 周文傑小春 獸子第一次見到小春時 小春正在和旁邊的同學炫耀 自己的性經驗有多豐富 獸子看到小春手上那些刺青 認為他一定是個流氓 而這次的小春對嘻哈文化 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直到有一天 獸子和小春放學後 留下來在教室做必報 獸子突然心血來潮的開始 Freestyle 小春看著一旁念念有詞的 獸子一頭霧水的想著 他在唱歌嗎 而小春在聽到獸子的Freestyle後 開始對饒舌音樂產生興趣 並請獸子教導他 獸子也一口答應了 開始教他一些嘻哈文化和饒舌技巧 小春也開始一股腦的 聽饒舌音樂和寫歌詞 2003年時 隨著人人有弓鍊和竹幫的成立 小春開著他們開始與各自的兄弟們 為了饒舌努力也向獸子提出主團的邀請 但當時的獸子忠心街舞 也因為上次Battle活動中的打擊還沒有抹滅 因此拒絕了小春 小春只好在網路上尋找其他對饒舌有興趣的人 也是在這時候認識了日後頑童MJ116的製作人TEN 一年後一場車禍再次改變了獸子的一生 當時喜歡跳舞的獸子 因為一場車禍而傷了腿 腿傷對於跳舞的來說是最致命的傷 因此獸子的街舞之路也就讓夾籃而止 在追夢的路上 這是獸子第二次受到打擊了 而在這段將近一個月的住院時光 小春幾乎每天都陪伴著獸子 拿著一台音響與歌詞 和獸子討論饒舌音樂 在出院前 小春又再一次的問獸子關於主團的事情 這次獸子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竟然回答 好啊 我跟你主團 獸子終於放下了過去的挫折 再次提起筆 拿起麥克風 與好友一起玩饒舌 在決定團名的時候 獸子想起幾年前Battle活動時的慘劇 決定化悲憤為力量 我曾經因為說自己來自木柵 這件事情被人取笑 但我不覺得那有什麼好笑的 所以我跟小春說 我只有一個堅持 團名要有MJ116 因此就有以國中時他在校園的幫派 頑童幫和MJ116作為團名 並一直持續到現在 2004年7月 頑童MJ116正式成立 此時的頑童僅有兩人而已 但在一年後 獸子突然想到他身邊也有一個人喜愛饒舌 而且他得天獨厚的賞音是別人學不來的 他就是獸子的國中使黨大淵 獸子因此邀請大淵加入他們 大淵在餐飲一板一眼的環境中待著無聊 也因為對獸子的信任 並覺得組團很酷 所以就答應獸子的邀約 頑童MJ116在此時正式成為完全體 頑童MJ116成立後的幾年 本社音樂和顏色也相繼成立 各式各樣風格的饒舌音樂也開始出現 台灣的饒舌開始在醞釀 但此時獸子和他的夥伴們 並沒有太多的舞台 只能到處去夜店和酒吧 詢問有沒有演出機會 千少也沒有關係 只要有機會就去 三人在當時也會到處去打工 曾在福斯店打工的獸子 就為了參加墾丁的春娜 而向店長請假時 店長還認為他做的這些事情 也毫無未來可言而調侃他一番 在2006年時 頑童MJ116終於推出了第一張EP MJ Standout Mixtape 他們不管到哪都帶著這張EP賣 為了讓更多人認識他們 或許是努力被看到了 在2008年本社的音樂 簽下了頑童MJ116 達到了他們的一個里程碑 但他們並沒有就此頻不清雲 在公司的初期 能上的舞台和節目不多 認識他們的人也不多 常常舞台下的反應都非常冷淡 相反的 同一時期從美國回來的 Rapper AP滿人 在台灣嘻哈圈的聲勢正長 瘦子突然送了AP滿人一首 Diss Track引起圈內廣泛討論 一場關於多位嘻哈歌手的必就此展開 究竟是哪一首歌引起這麼大的風波 又延燒到了哪些歌手 瘦子在往後又是如何進步和蛻變 那這些事情我們就留到下集待續唷 好那最後喜歡的話也可以幫我們分享個 也可以去追蹤我們的音樂帳號 或是我跟BRYS的個人帳號 我會在那邊發我影片動態 那多在資訊欄 那我們就下次見唷 掰掰